欢迎来到爱家好医生 女性不断地减肥 永远不会成功 该不会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吗 前一阵子新闻媒体报道 有一位知名的艺人 她就是一直减肥一直失败 后来她认为是因为 多囊性卵巢症候群所造成的 后来用一个比较极端的方式 才终于减肥成功 大家从媒体上看到这个词 这世界上有一个跟卵巢相关的疾病 竟然会跟肥胖是连在一起的 这个不是一个女性的荷尔蒙的问题吗 怎么会跟肥胖扯上关系呢 那她有没有其他的健康的危害呢 今天我们就要邀请到妇产科医师 来跟我们聊多囊性卵巢症候群这个疾病 我们邀请到的是翁家瑟医师 我们掌声欢迎她 哈喽 大家好 你现在都要讲女性议题 应该是说我们今天有女性议题 就一定邀请你来 真的 谢谢 我们现在全灵的不分男女 也不分年龄 那今天这一个真的就是只有女性会得 所以男性的观众们就 没有 如果你的女儿 你的太太啊 你身边的朋友啊 可能有这个状况 对 多长性卵巢其实我自己的朋友有 所以那因为自己读医学院嘛 对 对 很好奇 不说老实话 到后来我还是一知半解 不走这一科 不走妇产科 对 真的 即使走妇产科 这都还是一个世纪大名 真的啊 对 就是她还是有很多不断的新的研究 一直出来 对 那你看哦 她的名字又很特别 她叫症后群 她不是一个单一的器官的疾病 对 所以她的因子实在太多了 复杂度很高 对 像我这种非妇产科的医师 我能够想象的就是 她这个肥胖的问题很难解决 对 不孕 对 对 然后长毛 长毛 就是 就是唇 我也不是唇 好像就有那个印象大概是这样 就只要这样而已 也不错啊 这就已经是她的最大特征 我们今天就是有一位朋友 他分享他多囊性卵巢症后群的故事 我们就来看一下 嗨 大家好 我是蓝军萍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我多年来对抗多囊性卵巢症后群的一个过程 可能国中吧 就一直觉得自己的生理期好像量很少 而且很不稳定 几乎好像也都不会来 不过因为小时候我参加统军团 然后我很常出去露营 所以就觉得很开心啊 就不会有生理期干扰 不过到了大概可能国三吧 也觉得好像应该要来重视这件事情 所以才跟妈妈提起这个状况 就开始长期的一个就医的过程 那第一个医院医生的做法就是 如果三个月没有生理期来的话 就使用可能应该是催精的药来帮助生理期排出 那后来就有机会换到另外一家医院 那他当时使用的一个方式是 治疗胰岛素阻抗的这个方式 所以我就开始换了药 他不是每个月都有月经 可能大概是三个月左右 但是已经开始规律性这样子的状况 已经让身体比较稳定 这什么意思 糖尿病的药 怎么会跟多囊性卵巢有相关 这很有趣 因为多囊性卵巢是一个代谢性的疾病 它干扰的就是内分泌失调 那这些人很常常 他都会有 类似糖尿病的人 前期的人 对 所以会使用糖尿病 可以降低他胰岛素抗性 然后他的卵巢就会排卵了 刚出社会的时候 就开始比较没有再继续吃这个药 然后就观察身体的一个状况 其实对我来讲 我觉得就是一直以来 好像都需要减肥 然后我的体脂率很难降 一直以来都必须要 对抗体脂率很高的问题 那一直一直落在 可能30%的上下 其实还是对女生来讲是算高的 变胖是因为用药吗 还是这个疾病本身就会 就会胖 就会胖 长期服用荷尔蒙的药 在研究里面 它通常变胖也是变胖两三公斤 因为荷尔蒙会造成我们 体内的水分滞留 所以你的体重会稍微的上升 那你假如超过两三公斤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疾病本身造成 因为这个疾病本身就会让你很难 对 它有点像 不知道是多囊性卵巢让你变胖 还是变胖造成你多囊性卵巢 它们两个就像息息相关 然后它们的共同因子太多了 不过因为我就是每两年固定会做一次健康检查 那在35岁那一次的健康检查之后 大概做超应酷的时候都没有看到 多囊性卵巢的症状 所以这个部分我也蛮好奇 也想请教医生 刚才我们一直提到什么肥胖 旌旗不来 对 或是我那时候想到不孕 但其实这个名字本身 应该是画面很有画面 多囊性 所以是看得出来的 对 真的看得出来 它其中一个 你看得出来吗 哪边是 糟糕没有遮起来 这很多个空空的 对 这个就是多囊性卵巢 这是在超音波下的图片 这是正常有两颗三颗要排完的 不然我们也没有一直生双胞胎 每次排都排三四颗 然后我们不是就很惨 我们不像小猪一样 一直可以生很多胎 那对 多囊性卵巢 我们的定义就是在超音波底下 可以看到它在卵巢的边边有九颗 这样子顺序的排列 还要数九颗 就是它的定义 听起来好像吃九孔 有点香 然后我们比较形容的美丽 像珍珠项链一样 对 我每次看到病人的卵巢 我就说来 你赶快看 你有一大串的珍珠项链 对 这是在卵巢 它都是不成熟的卵子 它都是准备要排卵 但是都没排 排不出来 对 所以我们的卵巢其实都会像这样子 就是有一颗最熟 然后其他在后面排队 下个月的 下下个月的 这样子慢慢排 对不对 那成熟度不太一样 那但是多囊性卵巢的人 每个月都不排 所以 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讲 就等于一堆小朋友 我们在排队 但都不长大 就是俗话说的 站着毛坑不拉屎 对 对 那它就是站着它的绿炮 但它不会完全成熟 然后就在那边作怪 对 作怪是什么 荷尔蒙 因为我们绿炮上面的细胞 就会一直不断地分泌 不正确的荷尔蒙 然后就造成男性化的特征 这样 它就会一直不断地制造高骨头 男性荷尔蒙 然后就会有多毛 然后月经不规则这些症状 对 可是刚才我们这位朋友 他看起来非常的女性化 非常的秀极 所以他说现在没有 可是我印象中 我认识的朋友 除了稍微有点毛之外 但是其实也是 声音也是 好像也没有这么夸张 没有这么夸张 这个虎贝熊腰这样 那个要很夸张才会虎贵熊腰 所以真的有很严重的是这样吗 有 但是很少 大部分就是月经不规则而已 就是高顾同稍微上升 然后就月经不规则 所以这个东长性卵巢 正是从青春期开始有月经 就会知道吗 就会知道 有一些人就是天生的 因为他的原因 就是也还是不明 我们怎么 我每次都被我先生骂说 你们妇产科都不做研究 什么原因都不明 就是还是一个谜 因为它跟太多的因子有相关了 但是总的来说 我就要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内分泌系统 或者是荷尔蒙分泌系统 这张也是我们妇产科 要一直不断地念的 从学生时代看这个图 看到现在 对 然后有时候又忘记了 对 好 总之我只能说 就是在我们身体里 荷尔蒙真的 内分泌有点点复杂 这样 是我们的大脑会控制 一个叫下氏丘的地方 它会分泌 就是生殖的激素 然后会告诉我们大脑里面 有一个东西叫脑下垂起 它会分泌一个是排卵的激素 跟卵子成熟的激素 那这两个激素 就会刺激卵巢 或是我们男生的话是高丸 女生的话也是卵巢 会产生高固酮 跟女性的荷尔蒙 这个很有趣咯 女性的卵巢 其实是先产生高固酮 高固酮在因为 女生卵巢里面 有其他的激素 会让它转 换回此激素 所以为什么 多男性卵巢的人 他会男性荷尔蒙过多 就是高固酮过多 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黄体激素的分泌 突然变得很高 正常人就只有排卵的时候 会高一下 然后就结束了 我们只要排一次卵 那他很奇怪 他就是不断地 每一个时刻 他的黄体的激素 一直都很高 所以他就不断地刺激你的卵巢 然后就产生了很多的高固酮 那当然高固酮在被转换 也会变雌激素 所以他其实是 高固酮跟雌激素 都蛮高的一个人 这样 这个从青春期 第一次月经的时候 那个他就已经开始会不来 对 有的人是 对 这是原发性的人 就是他一开始出生 就不知道为什么 基因的关系 让他这样子 那现在很多人都是三四十岁才出现 吃太好 吃太好 它的因素又是另外一个 它是因为胰岛素的抗性 代谢不好 让我们身体里对葡萄糖的代谢变不好 那我们身上有很多葡萄糖的话 然后你又有胰岛素抗性 就是你的身体不会去利用这些葡萄糖 它就全部被存起来变肝糖 甚至变成脂肪 那脂肪里面就有一个 会把高固酮转换为雌激素的酶 它就会 你的脂肪细胞很多 它就每天一直在把你的胆固醇 或是把你的高固酮一直转换为雌激素 然后它就不断地刺激你的卵巢 然后就造成 你的雌激素很高的时候 我们是不会排卵的 听你这样讲 那后天产生的可能它体型就已经 因为它身体已经有点胖胖了 它是有点进入到三高的前期了 身体的代谢很不好 简单来说 就是对葡萄糖代谢也不好 然后它就是血糖一直很高 然后就荷尔蒙就没办法 一直很顺利地有那个规律性的分泌 后面这一种后天的听起来是 先有肥胖再多囊性卵巢 那那个青春期的女孩 我就不太确定 她们也是胖胖吗 还是不见得 不见得 青春期的女孩研究发现在年轻的时候 小于20岁的多囊性卵巢 有肥胖问题的不到5成 对吧 但是40岁的就有8成 所以就是 所以这才很困难 你不觉得这个症候群有点复杂 所以这个多囊性卵巢 年轻的时候比较是因 瘦子 对 然后它是先天的问题 对 它就是脑下垂体 有原因它就是 它的那个黄体激素 就是一直高度的分泌 对 然后造成它的卵子 这样子的问题 然后30岁以后发的 比较可能是果 对 那这样子我就更不确定了 刚才讲到的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它是因为先有肥胖的果 然后再变成多囊性卵巢的话 它为什么会比别人更难减肥呢 因为应该每一个人减肥的困难度 都一样高 对 因为它就是胰岛素抗性的人 它是胰岛素抗性高的人 所以它身体都不会叫自己去用葡萄糖 它不会消耗掉它的葡萄糖 所以它的葡萄糖就一直被拿去 变肝糖 变脂肪 对 所以它就很难减肥 就是减肥又会治得它的这个病 可是它又很难减肥 所以其实就是 我都要握着病人的手跟他说 我知道真的很难 对 但是真的哦 要十公斤 要非常极端的手段 你才能破坏这个恶性循环 这不只是 你要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减 是 不只是饮食生活习惯改变 甚至运动 要多方面的处理 了解 好 所以从这个刚才的解释到现在 我们大概已经知道 葡萄糖性卵巢 根本就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 对 它根本就不是在卵巢上 对 只是你眼睛看到卵巢上 有一串珍珠项链 但它的问题是在胰岛素抗性 在大脑的分泌 在这个搞固酮的释放等等 那才会有我们刚才讲的症状 对 对我来讲我只了解的就是 肥胖 不孕 跟痘痘比较多 或者是长毛 男性化的症状 雄性化的症状 所以大概我有什么漏掉的 还有哪些症状 其实就是月经不规则 月经不规则 最多人就是 他一整年都没来月经 那他刚刚不是说他很开心吗 因为从军团 对 但是月经不来 然后这很讨厌的 就是他月经不来 一来的时候就会很可怕 因为他就累积太多的内膜了 所以他常常就在你 因为他根本无法预测他什么时候来 然后内膜又是比较厚的 人家每个月来 你累积了六个月才来一次 那一次把六个月的量 所以就是 对 会蛮辛苦的 所以这样的患者 我们通常都会跟他们说 你最多三个月 一定要让他来一次 那达到要每三个月 两个月月经就来 听起来刚才有两种武器 对 你怎么一听一下就知道了 刚刚两个 他就说他用了抗胰岛素的药 就是糖尿病的药 另外一个就是一般的荷尔蒙药 对 现在这两个是 一宣以后吗 还是病用 其实这个真的就是要跟病人讨论 那我们通常是会先抽血 化验 看他到底身体的内分泌 还有哪些是异常的 有的人也是假装先异常造成的 有的人会合并 合并其他的内分泌的问题 甚至还脑下垂体 也有什么 蜜乳激素异常 就是这些我们要排除其他的因子 然后我们也都会同时加验 胰岛素的抗性 是 那假如他诊断是胰岛素抗性的患者 他吃这个糖尿病的药 效果好 而且剂量不高 然后简单服用 然后副作用又少 安全性也高 那就宁可选择这个 但是假如不是胰岛素抗性的患者 我们不见得就会使用这个了 对 那如果我们今天手术 把这颗卵巢拿掉呢 对 你知道之前就是会有这个方法 但我怎么可能把卵巢拿掉 卵巢拿掉就没荷尔蒙 它两颗都会多拿吗 对 那是全身性的荷尔蒙的 对 所以大部分是两颗都会 那这是激素嘛 你全身循环的 所以但是 以前有戳破它 就像假象说它已经排卵了 它会晃停化 对 感觉没有用 但是大概20年前流行这个质量 有时候的做法 从一开始听节目到现在就听起来就知道没有修了 因为它不是那个问题 它是整体的问题 对 全身的循环 在你的血液中 好的 所以第一个就是可以吃药 对 那第二个就是减肥 对 那第三个 如果它刚好碰到不孕的话 那有没有 就是他们的 这个很有趣 你知道多囊性卵巢 我刚刚不是说过 它站着毛坑不拉屎吗 所以它都不排卵 对不对 可是它很有趣 它就是在很特别的时候 让你排卵 所以这些人不能算安全期 我遇过很多患者 它是不孕症的患者 结果它就是生过了 或者是 它就觉得我一定不孕 所以我就 而且甚至就没有防护措施 然后甚至它就在安全期 也就是月经来的第三天 就性行为 每个月就 它就 它为什么那么清楚知道 因为它那个月就那一次性行为 然后就排卵了 对 所以这些人会意外怀孕 OK 对 所以这些人 想要的时候不来 对 就一个不小心就怀孕 对 所以这些人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通常看一下不孕症的医师 我们稍微调整一下 让卵排整期 然后增加它破卵的机会 就还蛮容易怀 还是有机会 所以也没有说一定得 什么人工受孕 对 没有一定要 OK 没错 如果今天一个人他担心说 我今天听了节目 才发现我这个容易长痘痘 肥胖 有可能是这样的 那这个状况下 他第一件事情是找复产科医师 对 我们在诊间 其实遇到蛮多这样的病人 那主要要看我们怎么诊断这个疾病 那我们这个疾病的诊断主要是 三个症状 那你三个当中符合两个 我们就可以下这样的诊断 一个就是雄性化的症状 不管你是抽血 发现你高顾酮高 或是高顾酮的前驱物也有一个胆固醇 它高的话 那这样就是雄性化的症状 或者是就像你说的多毛 其实女生很多多毛 就说我手毛很多脚毛 我们讲的雄性化的多毛是指 中央的地方的毛 包括阴毛会长得比较高 然后胸毛 或者是真的是有胡须 那个手毛不算 总之就是雄性化的症状 不管抽血或者是外观的表征 有的话 这是其中一个症状 第二个就是照超音波 就是有多囊性的样子 对 这个样子 然后第三个就是不规则的月经 那几乎大家都是不规则的月经才来的 所以大家至少就三分之一 就已经中一个了 那就是来就医 然后我们评估你的状况 做检查 抽血 那再看你有没有确立是这样的诊断 然后再看我们到底要治疗的是什么 是你的不孕问题 是你的月经乱的问题 还是你的月经都不来的问题 那再来考虑治疗的方式 好 那我们最后就提到 虽然今天这一集不是要讲减肥 那我们就是因为 多长天好像刚刚说 最困扰的是这一件事 对 它的治疗方法其实最重要的 我们的课本就写 就是生活习惯的改变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也都是那些老生常谈 对 做法是一样的 对 但是我们知道它是有用的 对 但是就很难做到 就是运动 然后这个 饮食 对 不喝精致的糖 对 不吃精致的糖 然后其他饮食就是三输二果 对 我通常都是跟病人勉励说 一起来 一起来 翁医师也很胖 我们就 所以对 你看我到要上节目上到什么时候 我才会减肥成功 你看你都减肥成功了 你是要给病患信心吧 对 就是哎呦 你都已经达到五公斤 我还在原地 对 对啊 但是那个愿景是什么 它减肥的话 它的精致就会顺吗 然后它的痘痘就会不长 然后毛就会减少 对 然后就 真的吗 对 然后补孕也开始 对 这是全部都是跟 对 对对对 因为它的内分泌就有些微的变化 所以它的磁激素跟高肤酮就会降低 对 就不会产生这么多的囊种 那我就有问题了 但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不是只适合刚才提到的是 比较25岁的 第二种 没错 后发的这一种 对 所以妹妹 15岁的 18岁的 20岁的 除非她身材是很壮硕的 对 就会请她去减肥 所以这一件事情 一开始不见得就要用药 所以它假如是第一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胰岛素抗性的这种 代谢症候群的人 比较厚发的 20 30岁才有 对 我们就会 我们不要靠药物 尤其是这些人比较肥胖 吃药物 血管酸塞的机会也会比较高 所以我们不是那么适合 对 那假如是第一类的 瘦子 对 瘦瘦的人这样子 我们就是跟她说 来 那你有两个选择 短期的药尔蒙跟长期的药尔蒙 短期的药尔蒙 就是你每三个月 没来月经的时候 我们吃一个礼拜的药 然后就让它有规则的月经就好了 那长期的药尔蒙 是可以调节你整个内分泌 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就是这么复杂 那长期的药尔蒙的作用 你知道我们电脑当机 现在最常见要做的事是什么 就重开机 对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 就是你的药尔蒙 somehow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用外界的药尔蒙 让它shut down三个月 之后再重新开机 有时候这个药尔蒙就顺了 对 那所以长期的药尔蒙 是让它可以试试看 它有没有机会 从此就顺了 这样子 好 假设它真的成功了 就像我们那位艺人 它用方法成功 它复发的几率高不高 还是很高 还是很高 就是除非它真的扭转了它的代谢 就是因为它的体质就是这样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好的 长知识了 今天也针对多男性卵巢症候群 有更多的了解 我相信观众朋友 也终于知道自己身体的状况是什么 然后也对朋友能够 这边的家人朋友 有更多的体谅跟理解 大家一起努力 跟欧医师一起努力 对 好的 我们谢谢 谢谢欧医师 谢谢 圣经里面跟妇科疾病最相关的故事 应该就是血漏的妇人 那时候医生让他有一个信心 说是因为你的信心而救了你的疾病 事实上我觉得 在今天这个多男性卵巢 症候群的病人身上 可能也有这种信心崩解的问题 减肥减了一辈子好像都没有效 或者是对自己的外观 开始产生长期的这种没有自信 或者是在不孕的过程当中 觉得很沮丧 但其实今天圣经的话要来安慰你 就是你的信心 其实是可以让你的疾病得到拯救 当然跟我们今天医生所介绍的内容 跟你的医生做好好的搭配 相信在你的生活品质上 还有你所想要达到的目标 都能够愿望达成 欢迎大家订阅爱家好医生的脸书专页 可以在脸书底下留言 告诉我们你想听到的医疗主题 也欢迎订阅爱家好医生的YouTube channel 看我们过往制作的精彩节目 大家平安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ssa 시작